他是苏氏的得意学生 是当时三大情歌小王子之一 是骨质伤心人 可他究竟为何而伤 欢迎来到知识放映室 本期视频 让我们一口气看完秦冠一生 北宋黄酉元年 即公元1049年 秦冠出生于高游 今江苏省高游市 那个在文章里宣传高游咸鸭蛋的 现代作家汪曾祺是他的老乡 秦冠父亲只是一名普通官吏 虽然家世普通 但他一直读信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少年聪颖的秦冠不仅博览群书 还尽可能地出门转悠 到湖州 杭州 镇江等地游览过 增长见闻 增加阅历 不幸的是 15岁时父亲去世 秦冠的生活瞬间陷入了窘迫的境地 作为一个读书人 想要改变贫寒的境况 便要学而优则逝 宋朝是个非常重文轻武的时代 公务员的薪资水平年终奖都是天花板级别的 几乎没有读书人不梦想着能够考中进士 有一份真相的编制工作 可当时的秦冠并没有专心致志考试求官 而是练习骑射 准备北上从军 24岁时 他写了 郭子怡单济见鲁夫 表达了自己希望横行沙场的愿望 可惜他并未如愿 秦冠是大文豪苏氏的粉丝 西宁十年及1078年 29岁的他追星成功 这一年 苏氏从山东密州调往江苏徐州 秦冠写诗前往拜业 我独不愿万户侯 唯愿一时苏徐州 他夸苏氏 不将俗悟爱天真 北斗以南能挤人 东坡表示 我很难拒绝这么有文化 嘴甜会说话的小粉丝 于是秦冠正式成了苏东坡的学生 苏门四学士中 东坡偏爱秦冠 人们还编造出苏东坡 将苏小妹嫁给秦冠的佳话 实际上 东坡并没有这个妹妹 西宁十一年 秦冠应东坡之情 写了一篇《黄楼赋》 东坡夸他 有像屈原宋玉那样的才华 在苏氏的劝说下 秦冠开始发愤读书 积极准备参加科考 可惜两次应试都名落孙山 他在考场不顺 在秦场却春风得意 凭一手言情的雀桥仙 便流名千古 仙鱼弄巧 非兴传恨 银汉迢迢暗渡 金风一路欲相逢 便胜却人间无数 柔情似水 家妻如梦 忍故雀桥归路 两情若是久长时 又岂在朝朝暮暮 如果把雀桥仙这个词牌 比作一个命题作文 那秦冠的这首词 就是满级范文 那句 两情若是久长时 不知鼓励了多少异地的情侣 秦冠得以与刘勇 燕姬道并称 成为三大情歌王子之一 他的那首江城子写的也是少年情事 西城阳柳弄春柔 洞梨幽 泪难收 游记多情 曾为戏归舟 碧野珠桥当日是 人不见 水空流 韶华不畏少年流 汗悠悠 几时休 飞絮落花时候 一灯楼 变作春江都是泪 留不尽许多愁 全词于《清丽淡雅》中 蕴含着七晚哀伤的情绪 原封二年 即1079年 秦冠在绍兴游玩 在郡守《诗成梦》为他举行的宴会上 看中了一位歌迹 于是他写了一首满亭方之意 山抹微云 天连衰草 画脚声断桥门 暂停征兆 辽贡引离尊 多少蓬来旧事 空回首 烟矮纷纷 斜阳外 寒压万点 流水绕孤村 萧红当此寄 香囊暗解 罗带清分 蔓迎得 青楼薄姓名存 此去何时见也 金秀上 空热蹄痕 伤情处 高尘望断 灯火已黄昏 这首满亭方 是秦冠最杰出的词作之一 苏东坡特别欣赏 山抹微云 天连衰草 还给秦冠起了个 山抹微云军的外号 开玩笑说 好小子 你竟然学刘勇写词 当时刘勇虽然名气很大 但他写的词 往往被认为艳俗 难登大雅之堂 于是秦冠急忙为自己辩解 某虽无学 尚不至如此 东坡笑问 销魂当此计 不似柳词 东坡还因此送给秦冠一副对联 山抹微云 秦学士 鹿花道影 柳屯田 鹿花道影 出自刘勇的破镇子 将秦冠和刘勇相提并论 因为他俩的词封 确实相似 秦冠词 总体风格 婉约青阳 后来有人用他的这首 《唤西沙》中的 《自在飞花青似梦》 《无边思雨细如愁》 概括他的词封 不过 毕竟是豪放派苏东坡的学生 他也写过一些雄魂大气的诗句 那首《望海朝辞》便是气势辉弘 兴奋牛斗 江连淮海 扬州万景提风 花发露香 鹰蹄人起 株连十里东风 豪郡气如虹 夜照春金子 非盖相从 这首词虽然是一首伤春怀旧词 却写得大气豪放 虽文采飞扬 但秦冠并不甘心以一个文人的身份终老 他还是希望自己能有横行疆场的机会 原封四年和原封五年 宋神宗两次对西夏拥兵 秦冠自己准备了公马北上 希望有机会为国效力 可惜 宋军先胜后拜 一蹶不振 彻底打碎了秦冠的从军梦 失望的秦冠在洛阳私混了一段时间 洛阳的美女和牡丹花让他流连忘返 后来他故地重游时 填了一首《望海朝》 感慨时过境迁 往事如梦 原封七年即1084年 苏氏入京江宁拜访王安石 极力向王安石夸赞秦冠的才学 离开后 苏氏还特地给王安石寄信说 愿功少借齿牙 使增重于事 王安石也赞许秦冠的诗歌 《倾心四报》《谢》 带着两大文豪相继推荐的光环 秦冠军决心再次进京赶考 终于在第二年考中进士 这一年他36岁已经接近不惑之年 之后他担任定海主部和蔡周教授 那首《水龙吟》便写于蔡周 据说这首词是一位姓楼明晚自冬裕的歌姬量身定制的 小楼连跃横空 玉佩丁东别后 便暗藏了这位歌姬的名字 苏氏看到这首词后批评说 曼词长调太过堆砌繁复 元佑七年即1092年 秦冠任职为国使院编修 和黄廷坚朝补之张磊同时供职使馆 人称苏门四学士 在京城任职的数年里 秦冠和室友大部分时间都在汴京 整天一起喝酒论诗 游船看美女 大家轮流作动 秦冠的钱包很快空空如也 他写诗向邻居借钱 三年经国病如丝 又见新华发故知 日典春衣非为酒 家贫十周已多时 邻居又借钱又送米 还把秦冠的困境告诉了苏东坡等人 之后大家聚会的时候 都尽量不让秦冠花钱 元佑九年 折宗亲政 新法派人士重新上台 秦冠被编为杭州通判 赶去杭州的路上 又接到了被编楚州的调令 楚州即如今的浙江沥水 在楚州时 秦冠时常与僧人谈佛说禅 为寺庙抄写经文 郑迪曼抓住了他私自撰写佛术的把柄 于是秦冠又被编到湖南郑州 途中他写下了那首《如梦令》 遥夜沉沉如水 风景一亭身壁 梦破鼠窥灯 双宋小寒亲辈 无媚无媚 门外马思人起 记录了悲催旅途生活 表达了屡遭贬折的不平 天涯漂泊的玉湖 在偏远的秦州 秦冠写出了他的那首代表作《踏缩行》 路诗楼台 月迷金度 桃园望断无寻处 可堪孤管碧春寒 杜鹃生里斜阳木 一记梅花 鱼传齿素 弃乘此恨无虫树 称将性自绕称山 为谁留下消香去 这首词道尽人生的凄凉与苦涩 仕途不幸施家性 之后的日子里 他一路被贬不断南迁 圆福圆年秋 秦冠被贬雷州 这是他被贬生涯的最后一战 在这里 他度过了人生的最后三年时间 同年初冬 苏东坡自海南丹州 遇设北归 途经雷州 两人相见恍然如梦 看了秦冠的时候 东坡感慨万千 东坡走后 秦冠的心境也放松了不少 他多次到乡民中 体察他们的疾鼓 观摩当地的风俗 或许是察觉自己大县将至 五十岁的他自作晚辞 家乡在万里 妻子天以牙 义乌网歌者 空有网歌词 元福三年 即1100年 宋哲宗驾崩 徽宗召集几位 向太后垂帘听政 曾经被流放的官员纷纷内迁 身处雷州的秦官 奉命返皇横州 当年五月到达滕州 在游览当地名圣光华亭时感到口渴 等水送到时 他面寒微笑地看着 离开人间 十年五十一岁 醉卧古藤阴下 了不知南北 秦官 自绍游 秦场如鱼得水 官场屡遭打击 是秦歌小王子 更是古之伤心人 和东坡一样行走在匾关路上 可惜他并未有东坡的乐观心态 他的诗词太苦太愁 其实既然现实无法改变 倒不如改变自己的心态 愁眉鼓脸是一天 开开心心也是一天 该吃吃 该喝喝 遇事别往心里割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见